等会我开一下咱们的PPT 就我们这PPT一直都在用 那个原充换屏转那个PPT 就不再就往后加几眼 然后也就不再那个什么 不再给大家单做这个明末了 因为明末差不多咱没啥图片 对吧 咱找不着啥特别正经的图片 所以明末的图片呢就这些 不是我不找 是咱们这个史料留下来的图片 确实不多 就关于关于帝王将相的 可能还好一点 还多一些 但是关于这个什么 像什么张献忠啊 李自成啊 什么吴三桂啊 这都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照片 不是不是照片 就没留下什么图片 然后呢 还有就是鉴于咱们的 这个上一期啊 讲你看又进了好多捣乱的 就刺痛了他们 讲明末农民战争 又刺痛了他们的心 又说我这个映射 又说我那什么 然后鉴于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这周的专题啊 就我们讲这个农民战争的这个专题啊 我就不再开弹幕了 所以呢 我现在开始呢 我就把弹幕就给关了 这样的话 我能集中一下注意力 不然的话 你们的弹幕 其实我都在看啊 呃 这个如果有人刷礼物啊 或者什么 有人在这骂街啊 啊 那就麻烦弹幕各位朋友 帮助咱们的朋友啊 就是感谢一下咱们的朋友 辱骂一下咱们的敌人 请不要客气啊 就是要玻璃心的话 你听不了就别听啊 就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们特别难受 肯定特别特别难受啊 我特别理解你们 想反驳吧 又苦于自己确实反驳不了啊 没啥没啥这个 没啥这个底子啊 然后不反驳吧 又觉得好像我说的哪有问题 对 对 我说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至今中国还存在着 你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们这节目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所以为了干净啊 我就给咱们集中注意力 我就把直播间就关掉了 上周呢 咱们聊到这个明末农民战争的 我们其实上周聊的不是明末农民战争 我们上周聊的是一类农民战争啊 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农民战争 其实是一个极其极其相似的 这么一个历程 或者这么一个环境 你发现各朝各代的农民战争啊 他们具备的条件 或者具备的这个风格特点 全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看一个农民战争 我们就知道之前所有的农民战争 都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也讲了农民战争 为什么会发生上周 然后我们也讲了 就是说农民战争 为什么格外的残酷 为什么格外的血腥啊 为什么憨厚的农民拿起刀枪 拿起锄头 反而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血腥 特别特别的这个残忍啊 这个没听的上周啊 你可以听一下上周的回播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 今天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聊一聊啊 我们开始要跟大家聊一聊 呃继续聊一聊农民战争的特点 之后呢 呃本这个这一期呢 我们就要聊到张献忠了啊 我们要好好的讲一讲 他这次起义呃 你看看是不是跟之前所有的起义 都特别的相似啊 就是说农民起义啊 农民起义 他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这我觉得不用描述啊 这些是什么队伍呢 呃向前向前向前 呃他们的队伍肯定不像太阳 对吧 他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追求 没有什么目标 他们唯一就是混口饭吃 对不对 就是我不想死 所以我起义 这队伍没有番号 没更别说还有旗帜啊 统一的旗帜 呃武装没有啊 武器没有 这个队伏也没有啊 说这个大家一块踢球 你总得买少队伏吧 没有没有钱买队伏 没有盔甲 没有武器 没有装备 他们穿的衣服啊 就是一野球队啊 千奇百怪的衣服 手里头什么家伙事都有 但是就是没有打仗的家伙事 什么菜刀啊 锄头啊 粪叉啊 扁他啊 啊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坐骑啊 啊 坐骑也是千奇百怪 几乎说富裕点的 肯定富裕点的也没有马 因为养皮马挺贵的 对不对 富裕点的也就是骑头小毛驴 啊 然后这个小毛驴上还不是骑着他本人 为什么 因为出来 就因为农民企业 这种企业带有桃荒的性质 对吧 因为我活不下去了 我饿死了我要 所以这个有桃荒的性质 桃荒的性质的话 那桃荒肯定带的都是家眷财物 所以一般来说 当然农民也没啥财物啊 那毛驴上的唯一的财物 就是自己老婆孩子呗 对吧 这个有一位曾经被农民企业军啊 俘虏的读书人 啊 然后呢 他呢 就记述过他在这个农民企业军中的见闻 说这些人啊 穿什么的都有啊 说这个服装各异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可能杀过官兵啊 然后呃 抢了一点 然后还不是全套的 因为可能不合适啊 不是全套的这个军装 然后他们就是 那你说打起仗来 打起仗来 总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志吧 然后你不能说这个下杀刀 你把自己人给杀了 因为大家穿的全都不一样 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所以这个没办法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呃 算是一个标志吧 就是他们拿一块这个摆手巾啊 然后把头给围一下啊 就是头上戴一块摆手巾 这样的话呢 就知道这是咱们自己人 然后那你说这个部队 那部队在常年的征战中 总得有指挥官 总得你不能老没有指挥 对不对 那总也要有官员啊 那这些官员怎么办呢 官员就不知道从哪脚来的 什么纱帽 乌纱帽啊 估计把谁家给抄了 弄点乌纱帽 然后呢 弄一点这个官服 穿的都是明朝服色啊 就是都是大明的服务 你不是提议军吗 但是他们穿的 因为没有官服嘛 但是这个官服啊 因为数量肯定是不够 而且抢来的官服 你也不能说 咱们按照官职抢 说这个咱们今儿抢一点 九品官吧 明天抢一点七品官 这你也轮不着啊 对吧 这个你也得碰啊 所以说这个官员也不分 只要穿着官服的就是官 然后至于这官是多大 那你过去问他就行了 有的呢更夸张 有的连官服都没抢着 那干嘛呢 反正这个庙里头 不都供着什么官老爷啊 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 庙里头有的供着什么 这个皇上啊 有什么塑像啊 就把他们的衣服啊 什么黄布的袈裟啊 什么就给包下来 然后就穿上就完了啊 然后这个说的各色人等啊 说看起来就跟唱戏的是的 就像一个大戏班子 有的人穿的这个特别漂亮的戏服啊 这个衣冠制璀璨者 有的人跟体概也没啥区别 然后走起来啊 大家这个衣冠璀璨的 跟这乞丐全都混一块啊 然后这个吊当当的就往前走 这个队伍有特点啊 就是什么呢 人数众多 你想都是逃荒的难民 那人数能不多吗 但是能真正参加战斗的人 没有几个 而且就算是真正参加战斗的人 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什么 他们的主要兴趣 他们不是为了夺天下 他们没有这个报复 他们的兴趣就是粮食啊 先吃 还有就是财物 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啊 娘们啊 然后这个财物 钱吃好吃的好喝的 酒啊 就是这些 所以吸引这支部队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啊 什么统一全中国解放全中国的不是这种伟大的理想 吸引这支部队最大的啊 这个吸引点就是什么呀 就是什么这个大庄院啊 小城镇啊 然后谁家地主家啊 什么就这个 然后这个打下了这些地方 打下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啊 这些地主家之后 他们又不得已 又得马上走 为啥 因为官兵追到了 他们就得赶紧跑 于是呢 这个农民起义就在这种打打停停停停跑跑啊 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持续着 但是 那你跑总是有个地儿的 对吧 你跑你总是要撞墙的 所以最后最后 还是要不得已 要回过头来 要面对的是 朝廷派过来的正规军 当两军一交接的时候 那这种部队 这种乌合之众 连个装备都没有的乌合之众 肯定是一败涂地 他们打不过正规军 所以正规军跟这个农民起义军啊 在刚开始的交战中 那就跟刀切豆腐一样 满地都是这个到处滚的头啊 然后这个到处都是农民这个起义兵的血 然后大家就四散就溃逃了啊 这一看组织起了好几万人 说是十几万人的这么一个浩荡的队伍 结果一切之间就消失了 但是有个别的部队啊 就这里的就会有个别的部队 他们会在突然之间的被逼走投无路了 反正也是死 所以这些人啊 就困兽游斗啊 就临死关头突然爆发出能量 舍命反击 这个时候就会让官兵大吃一惊啊 因为官兵啊 他们还不如这个起义队伍呢 你说起义队伍 好歹是喂了口吃的 喂了口粮食 官兵喂了啥呀 官兵到那个时候明末的官兵 尤其是王朝末代官兵 他根本就不知道为谁打仗啊 就是我当兵当兵 我就是吃口饭 对不对啊 那我犯不着 我把命丢了 我打不打这仗 我都吃这饭 对吧 所以这个官兵啊 有的时候会反过来 被这些农民起义军 直接一下打垮 而且官兵的这种溃散 如果说他们真的被农民起义军 给打垮了一次 那么这些官兵一下就失去斗志了 就一下就成了这个惊弓之鸟了 为什么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这心理打击是更大的 你想想他们拿什么武器 他们穿什么衣服 他们吃什么粮 可是被这些乌合之众 给摁在地上摩擦了一顿 那么官兵会这个时候发现 其实他们的斗争意志 根本就没有那些农民起义 来得更强烈 所以随着这些被逼到绝路的 农民起义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打败官兵的次数越来越多 那么你想一想 这支部队会变成什么样 这支部队会变成 他们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 他们的号召力会越来越强 对不对啊 所以慢慢慢慢的 他们就成为了一支 经验很丰富的这么一支禁旅 然后他们就有了名字 就朝廷就给了他们名字 匪 贼 责 责 来了责了 就是匪或者贼 这样的话就能写进地方制 或者写进官方的历史里头 甚至他们有的建立了王朝 还能跟反抗的帝国能挂个号 然后地方的这些大员也别干别的了 那就日夜跟这些企义军就周选了 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一支半正规军了 相对这些正规军啊 企义军的组织能力 军事战术水平 这个你不用聊肯定相当的业余 你正规军就说王朝末期的正规军 再不计再不计 人家也是正规军 人家也有 虽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 这个军事培训啊 机构都没有 但是 但是人毕竟是正规军 人就研究这个 一研究研究几百年 对不对啊 所以体议军 他们很业余 他们的军事教材从哪来啊 就两本书嘛 水浒传三国演义啊 这基本上就这个两本书 一般来说 你看啊 就明末 你不用说这个农民起义军 这个挪尔哈赤太平打仗 还看三国演义呢 对吧 这这个 这个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些军事领袖 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军的军事领袖 他们基本上都是 看小说 自学成才 但是那你说这也太神了 这我看小说 我天天看这个少年阿宾 我怎么没 不是 我天天看这个少傅白杰 我怎么 我天天看小说 我怎么 我怎么没有自学成才 哎 因为你欠缺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这些农民起义 因为这历史上是有这个 呃 这个 生存者的偏差的 幸存者的偏差的 你看见的 或者你听说过的 都是那些成长起来的 你没有听说过 大量都已经失败了 成长起来的这些人 他们有的是因为机缘巧合 有的确确实实是因为 呃 自己的作战能力比较强啊 但他大部分其实还是运气 所以这些人啊 他们在失败中就能逐渐的成长 所以现在在历史上留下名呢 都是这些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总结了无数教训之后 留下来的这些 幸存者 像什么张献忠啊 李自成啊 你就不行了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人 是 你是看了好多这个 喉咙涛怎么着 然后你也学喉咙涛去了 但是结果你到了 这喉咙涛 就你发现 没有姑娘朝你头回 头回送报 对吧 所以你连实践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已经被历史淘汰了 所以说 这些人啊 他们是自学成才 但是很大程度上 他们很幸运 他们能够在多次的失败中 幸存下来 而且他们能够逐渐的成长 活着才有DPS 对不对 这些人 成长起来的人 他们 他们总结出了一套 自己能够生存的方法 你看啊 农民 起义军 正规军 都有什么呀 都有后勤部门 都有装备部门 对吧 虽然过去的这个部队 谈不上什么特别大的 这个后勤 谈不上特别专业的后勤 但是这个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对不对 你打到哪 你就得先把粮运到哪 但是农民起义 慢慢慢慢的 就总结出来了一个套路 就是我不用装备和后勤 我呢 随抢随打 哎 我打到哪 我抢到哪都可以了 但是 我需要人 如果有大量的机民 逃荒过来 来投靠 他们都欢迎啊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说 没有机民来壮大我的队伍 我也不用发愁 很简单啊 这个东径的孙恩起义 很简单 就是所有到的地方全都给他烧干净啊 全都抢干净 烧光抢光啊 烧光 杀光 抢光 然后把所有的男的都拉过来啊 所有这城里的男都拉过来 看看谁的身体好 身体弱的先砍了啊 身体好的 特简单啊 就这个 这个 先问一问啊 你是想回家 还是想留下来啊 如果这个人不实现 说我想回家 好 送你回家 一刀也砍了啊 说那个 呃 有人说了 说那我想留下来啊 那就他得问问 那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 啊 有 有 一刀也砍了啊 因为你有老婆孩子啊 对吧 你不可能那什么 如果说这个不想 不想你留下来 但是如果你留下 那你又跑了啊 割鼻子 割耳朵 以为警戒啊 抢完呢 那你说这男的都这样 那富如老弱 干嘛 人生合理 淹死得了啊 就连杀都懒得杀 你费劲啊 就直接就淹死得了 所以你看啊 这农民起义 他不缺声援 他走到哪 说有一大帮 这个饿着肚子的人 过来投靠我了 那简单 那简单 那你就进来 你们是属于这个 七暗投明的啊 那如果说 这个没有这些人 也没事 我就把你逼上来 然后你就跟我一块去 去抢就完了 对 反正你也跑不了 这些人 平时握的是啥 握的是锄头 这个时候 他们拿起了武器 那么当常年握着锄头的人 你想握着锄头 代表什么 握着锄头 代表你是劳动阶级 代表你是被压迫阶级 但是当你拿起了武器 你就有了主导权 对吧 你一有主导权 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有 人跟我说 说哥们买把枪吧 枪 就是你的第二根 赶便杖 说你家有没有赶便杖 我说我家有一根赶便杖 那你想不想到第二根赶便杖 我告诉你 谁不听话 咱们就干谁 咱们就打谁 枪 就是武器给人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 一下让人承受了难以承受的自由 难以想象的自由 就是说 一下让你觉得 我靠 我翻身做主人了 这些逆来顺受的人 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 他们完全不了解的 平时压迫他们 他们很羡慕的这么一个重群 于是他们的生活就改变了 过去他们脸朝黄土 背朝天 地主家说 今年收多少 你就不敢不中多少 结果现在 他们突然变成了所有的生活 就可以依靠暴力来维持了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抢 钱可以抢 粮食可以抢 衣服可以抢 娘们可以抢 什么都可以抢 抢完了 用他们的行话说 还得放个量 什么叫放个量 就是说咱都给烧了 抢完了以后 还把他们都给烧了 能够左右他人的命运 能够这个暴力 让他们获得了最原始 最简单的权利 他们看上地主家的媳妇 他们看上了哪个 这漂亮女的 特别简单 我想要他 我把刀往他脖子上移架 你从不从 从不从 一刀就看了 就是一句话 就改变他的命运 对吧 他们想要钱 他们想要财宝 他们想要好吃的 好喝的 很简单 就冲进那个屋子里去 拿刀指他主人 你给不给 主人给不给 反正就是一句话的事 对不对 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敢想象的 地主家 豪强家的那些 那漂亮的内宅 大宅子 那些漂亮的 这个妞 他们都进去了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操作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可以在从来没有睡过的床上 席梦思上打滚 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纯年的 这个背罩 床单背罩上 可以闻他的味儿 而且家里头金银财宝 全都是他们的 直接塞到口袋里头 拿走了 所以你看看 对于农民来说 这玩意是上瘾的 权力这个东西是上瘾 当你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一念 支插 你就可以左右一个人命运的时候 这玩意上瘾 刀枪的收入 这比锄头的收入水平 这差太多了 对吧 这个简直就 这简直就是瞬间就能收钱 那锄头那得累多长时间才能收入钱 而且收的也多了 多了 所以你想想 农民起义是一种传染病 一传十 十传百 一个村的人跑了 去提义去了 等他带回信来 然后隔壁老王 老孙 老张 老李 一听 哎呦 天呐 这个赵家三小子 我靠出一闹革命去了 哎呀 他现在发了财了 所以就一下就能够把其他没有参加起义的人的激情给点燃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其实好多人才发现 我靠 那原来我过那叫什么日子呀 那简直猪狗不如的日子 现在我手里有了暴力 我有暴力 我就能够得到权利和尊严 我过去的社会上 我这个 我这个没 根本就没有人 人微言轻 根本没有人听我的 我就是个屁 但是现在我手里有了枪 我手里有了刀 我现在有了权利和尊严 所有人都尊敬我 为什么你不尊敬我 一刀砍了你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就开始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的领袖 然后大家开始攻城掠地 开始打家结社 当然重点是打家结社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每一刻都是狂欢节 然后就算是第二天不幸战死 但至少这一天我没白活 所以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农民 为什么会一个地方闹民变 那么马上就会跟着就闹民变 因为民变一旦能够成功 其实农民们就发现了暴力的这种乐趣 那农民们发泄的首要对象 当然就是过去压迫他们的阶级 谁压迫他们 那他们就肯定第一个先指向谁 所以第一波倒霉的就肯定是各地的官吏 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 对不对 把所有的官 就只要他们过的地方 所有的官全杀 就没有一个 东径这个孙恩起兵 所到之处更狠 把所有的县令 这是规矩 就是你 不管你这个地方投没投降 县令 你就别想活了 直接剁成肉酱 然后让县令的老婆孩子们 蘸馒头吃 你要是不吃的话 好 不吃的话就把他们肢解 胳膊腿都砍下来 然后扔到路边 让他们自生自灭去 就这样 然后 这个随末的那些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也是 只要碰到士族子弟 就是说你家当官的 你是二代 你是官二代 接杀之士根本就没有理由 皇朝 这又是一毁天灭地 那我们以后再讲皇朝 皇朝最恨的就是官吏 杀人满街 皇朝是什么呀 皇朝他对他这个属下 基本上没有 没有什么控制能力 就是他的属下就是杀人 皇朝也不管 他也他也不管 但是皇朝特别恨的是官吏 他是亲手杀 他肯定是亲手杀 然后像什么这个南宋的 这什么洋妖 什么农民起义 什么那都是什么庙宇 什么这个政府 豪宅 就是这个豪幼之家 全杀 官吏如生 僧道无依 全杀 就只要是过去 比我阶级高的 我全杀 这个方辣 方辣起义 对吧 只要碰到了官吏 一定先把他的四肢先砍下来 然后把肚子划开 把肠子弄出来 然后呢 或者呢 就把这人直接熬成人油 熬成人高 或者呢 就这个 这个 把他给绑在一个木头庄那 然后乱箭射死 呃 反正就是什么残忍的手段 怎么怎么解气 咱们怎么来啊 然后张献忠李自成到这个时候 每破一城市也一二 先斩的肯定是皇室宗亲 谁姓朱啊 出来办了 你是自杀 还是我们斩你啊 然后地方官吏第二步 就是反正肯定是先的 为什么 因为官吏 就是压迫农民的这个阶层啊 就官吏 他们历来欠农民的太多了 因为农民遭遇的暴政 什么叫暴政 你说这个地主 他能 他可以暴 但是他能谈得上暴政吗 他谈不少 对吧 因为他是地主 他只是个乡绅 但是官吏可就不一样了 官吏啊 横征暴脸 他们敛财 他们不公 对不对 他们有偏向 他们为了钱去偏向别人 他们暴政 而且关键是 这个在 我们这两千多年的 这个历史上啊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农民啊 他没有一个正常的申诉渠道 农民有没有申诉渠道 农民有申诉渠道 但这个申诉渠道 什么时候好使 在一个王朝更迭的前几十年里头 这个申诉渠道是好使的 因为一般开国的皇上 都比较在乎百姓疾苦 或者开国的前几个皇上 比较在乎百姓的疾苦 所以正常的申诉渠道 在这个时候是有的 但是随着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 因为为什么会爆发农民体系 上周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官僚体系越来越臃肿 越来越庞大 那么慢慢慢慢的 农民的正常的申诉渠道就没有了 就是你想到了乾隆的时候 你想告状 你想告地方官 先打你啊 先先惩罚你 为什么 因为地方官是你的父母 父母官啊 朕就是这个官的父母 所以你相当于是 你跟你爷爷告你的父母 首先你不孝 我先处罚你 然后再说你父母有什么不对 所以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常的 这个申诉渠道 那农民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还想活着 那怎么办 忍吧 那你只能忍了 所以能够保你平安的唯一的态度 就是忍耐啊 就是忍耐 那么极端的忍耐 当就是你说我忍一天两天可以 或者说忍一十年二十年可以 或者说你忍个几十年也可以 但是你一直忍 让我忍五代忍 六代忍 这就是极端的忍耐 极端的忍耐 当它爆发出来以后 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 这就是一高压锅嘛 就会变成极端的非理性的暴力 因为一个人的人格 就是暴力跟忍耐 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两面 就是当你严重压制一方面的时候 你另一方面一定会在某一种情况下爆发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看 那上街没事这开个无双的 你会发现这些人其实不是那种 那个大金链子小金表的人 你看个大金链子小金表的秃头大哥 秃头老哥们 其实他们不会惹这种事情 他们也惹事 也就是什么 你走啥 你走啥不服 摇银 对不对 也就是这点事 打个架啥的 你咋地不服 啥也就这样 但是你看 所有上街寻求非理性暴力的 寻求这种极端手段解决问题的 往往是什么 平时生活中 非常老实 非常勤恳 然后一句话也不多说的 一般就是这种人 就是你看他在被逼急了以后 他会选择这种特别特别非理性的这种方式 特别特别极端的方式去报复社会 所以农民们在几代人的压抑下 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顺从 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心里没有意见 这东西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所以这种恶毒 这种仇恨 它其实是被压制的 但是当有一天控制社会稳定的这根绳子 或者这个网出了一个缺口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被压制的那些险恶野蛮 暴富欲一下都会冲出来 俗话说 这就是换句这个这个人话说 这就是失去理智了 就是一夜之间失去理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农民起义最血腥最暴力 按理说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和善最善良的人 对吗 因为他们是农民 他们最淳朴 他们最单纯 但是最善良的人 等他们起了事之后 他们会变成最凶恶的一群 现在整个的这个明帝国 整个的他们过去要维护的这个稳定的秩序 就要为自己的这个僵化和他官僚的臃肿 要付出代价 这个世界上最保守 最理智的帝国 就是这样 每隔一二百年 或者三四百年 就要全国发疯一次 当然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疯一次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舒缓一下自己长年累月压进去的 这个压抑着的民间矛盾 历史用这种残酷的方式 一次又一次给这片土地 给了他们公平 让这些人心里得到了 这个心里的这压抑的情绪得到了舒张 然后在这短暂的几十年的爆发之后 改朝换代 等待农民的又是新一轮 长达一百年两百年的心里摧残 继续忍 忍完了 差不多了 然后再爆发出来 所以除了这些革命的 或者至少也是迫不得已的 必要的暴力行为之外 有些农民 他们还会追求纯粹的暴力 就是为了暴力而暴力 当然这是另外一类人 有的时候 暴力或者说残忍 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成为了他们一种 舒缓自己内心紧张的一种方法 这个清朝有一个人 他叫彭孙怡 彭孙怡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平寇志 平寇志 如果你看这个平寇志 那血腥的文字比比皆是 因为这个清朝 大家知道 这为什么平寇志比较 比较这个有研究价值 因为这是清朝人写的 所以对吧 这个所以这跟明朝是对立政权 所以这是清朝人写的 所以这平寇志上记载呢 是收集了大量的 民间的这个说法 地方限制的记载 比如说他说闯亡这个高英祥 有一次呢 出去抢劫 接着五个漂亮女人 漂亮妞 然后他特别喜欢 当然他要赏他最得力的手下呀 他就把最漂亮的一个姓邢的 一个女士 刑事 就送给了李自成 说给你吧 你当压债夫人 张献忠更狠 张献忠啊 根本不要压债夫人 张献忠不想要夫人 张献忠啊 抢着美妞 就睡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 拉出去杀 一点不留 这个叫什么 气大火好 不粘人 确实不粘人 就是粘人的机会都没有 肯定不粘人 所以这个崇祯八年 1635年 公元1635年年初的时候 李自成跟张献忠 他们俩和兵 攻破了凤阳 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朱元璋曾经这个发疯 要把凤阳修成国都 然后修了好多宫殿 召集了很多的匠人 结果这个农民体军啊 就焚烧了凤阳的宫殿 已经修好的宫殿 然后烧了明皇陵 30万株 参天俱松 大火烧了数日 然后百里之外 都能看见 这个大火 士兵杀人啊 如麻 这个技术啊 士兵 士民被杀者数万 偷孕妇 什么叫偷孕妇啊 把孕妇肚子打开 把孩子蹬出来 然后咱们看一看 是男是女 你看啊 眼熟不眼熟 日本人也干过这个 对吗 南京大屠杀时候 日本人也干过这个 也抛贵孕妇啊 但是你看明朝人 其实就干过 从凤阳撤走之后 然后他们又向安徽六合 啊 又又往那走 然后呢 就围住这个六合 围住六合以后 他们干了一件事 他们找了好几千的妇女 然后把他们的衣服脱光 啊 脱得精光 然后 谁要是说 敢捂一下啊 说我遮挡一下 直接拉出去 剁成肉酱啊 抓几千名妇女 让干什么 让这几千妇女穿 裸着啊 脱光了衣服 站在城底下 向城上骂啊 叫骂 击城内的守兵 出来打仗 谁要是不大声骂 谁要是敢挡 就是碎尸啊 就是剁成肉酱 这个其实是农民起军 一个比较惯用的一种工程手段 除此之外 他们还干嘛 他们无聊啊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虽然他们有几千名妇女啊 他们但是这也不能老干这事 所以也不能老拿这娱乐 所以他们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 他们干嘛呢 这个娱乐啊 很残忍 他们据小儿百时 就是把这个小孩啊 都给弄一块 小孩对于起军来说是没有用的 知道吗 就是说起军都有筋没名的 还给你养大了 那不可能的 小孩对于起军都没有用 就都干脆就杀了完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小孩啊 百时来个小孩就给扔到一个地方 然后往旁边呢 就弄上木头 然后点着了这个火 干嘛 听其哀号为笑乐啊 就是听这小孩 这个在那喊 烧到那疼 在那哭嚎 然后他们在那取乐啊 就是太无聊了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活动啊 同年的12月 这个农民军啊 攻陷了安徽霍山 安徽霍山更惨啊 干嘛呢 就是杀人就别说了啊 就是说杀的这个杀的满街都是血流成河啊 这就别说了 他们干嘛 他们把这个一家人抓过来啊 强迫爹 引其妻女啊 就说这个强迫这个男人啊 强奸 不是强奸啊 就是这个 引其妻女啊 连女儿也不放过 然后这个 这个爹啊 那一边哭着一边整啊 结果这个到最杏头上啊 一刀把两个人的头都砍下来 高兴啊 就觉得这特刺激 特好看啊 然后呢 他们还把这个孕妇拉过来啊 然后赌钱 赌什么呀 说这个孕妇肚子里头怀的是男的是女 这不就跟这个南京大屠杀一样吗 然后赌书 这个谁下完柱以后 直接把肚子切开 掏出来 看看是男的是女的 然后他们还干什么呢 就是因为小孩没有什么用啊 他们煮一大锅 废油 把小孩往里扔 炸小孩 然后看这个小孩在油锅里头翻腾 然后在那拍手叫好 然后还有这个 把人给拉过来 把肚子剖开 剖开以后呢 把米豆啊 给扔到这个人的肚子里头 然后让牛羊 牵牛羊过来吃啊 这样牛羊一吃呢 就连着把他内脏都给吃了 然后就看这个人啊 在地上就疼啊 然后在那翻啊 滚啊 然后一会儿就死了啊 然后呢 他们还把这个说你家里头是大户啊 你家里有羊有牛有马 好啊 那搬你过来 剁碎了 剁碎以后 直接搬到饲料里头 就喂牛喂马 抢的女子百千啊 就是抢的多到什么地步啊 走的时候带不走了 因为人太多了啊 所以呢 没办法 就都杀了 杀完了以后 就都留在这儿吧 反正这前面还有娘们 咱们再抢就完了 这个彭孙怡啊 在这后边 写了一个点评啊 暴库 亘古未有 就说 就说从从来没听说过 就是这个 当然这是他从来没听说过 其实我告诉你 那只是没记载而已 那农民起义 大多数都差不多 而且我跟你说 人类对暴力的这个想象 是有一个限制的 就是说你能想象到的最残酷的事 也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多残酷 你想象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什么强迫父亲 强奸女儿啊 然后什么把肚子剖开 看看这个婴儿的性别啊 那商咒的时候 古罗马的时候 都干过这事 对不对 清军入关的时候 也干过这事 日军清华的时候 也干过这事 都干过这个事 就人类对于暴力的 那个想象是差不多的 那你想想 看着那些 把这个孩子扔到油锅里头 咋 然后看着那个孩子 在里头翻腾 然后在油锅前面 拍手大笑的人 你想想想 他们都是什么人 他们可能几个月前 他们可能一年前 他们还在田里头 脸朝黄土背朝天 还在那挖坑呢 还在那 这些人是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最淳朴的人 对吗 应该是这世界上 最单纯的人 这些人 你想想 就是你今天 你走在路边 你碰到一个 老农民伯伯 你在田间 你跟农民伯伯相遇 农民伯伯会憨憨的 冲你一笑 会给你让路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过客 你说老乡 喝口水 借口水喝行不行 他肯定会热情的 把你带到他家里去 说不定 还能摘点新鲜黄瓜 然后家里头 给你弄点农家菜 弄个啥 炒个笨蛋 啥 给你弄点大酱 让你尝尝 对不对 肯定是特别淳朴 但是 短短几个月间 这些人会从这么淳朴 这么憨厚的人 变成一个 以杀人为乐的暴徒 这里头原因有很多 这里头可能 就是一场天灾 可能一场旱灾 一场水灾 然后他 老婆还都破了产了 也可能是一次 他干受压迫 他受不了了 他把什么地方官给杀了 或者他把什么地主给杀了 然后他就逃亡了 也有可能是农民体育军过来之后 然后把他家给烧了 然后逼着他 裹夹着就走了 然后命运改变一个人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一夜之间可能就改变了 但是 人性远远比我们要 知道的要复杂的多 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 更别说我们要去试图了解别人 所以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一看 水浒传 大家都知道 耳熟能详 水浒传里的 其实提到了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 林冲本来是什么人 你看林冲 老是内敛 话不多 温文儒雅 对不对 但是杀了他的仇敌之后 准备落草 你看看他的为人的形式 突然之间就风格大变 就一夜之间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去梁山的路上 经过一处庄院 就过去管人要酒吃 人不给 拿起长枪 冲上去一顿暴打 然后把庄客们都给打跑了 然后他大大咧咧往那一坐 然后说都去了 老爷快活吃酒 都滚蛋 老爷快活吃酒 你看 这曾经是一个温文儒雅的 进军教头 你是一个官员 对不对 然后结果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 变化的 其实并不是临冲的性格结构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对自我角色的认知改变了 原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官员 是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 对不对 不是说成功人士 是一个社会的 反正是个顶梁柱 是个正常人 但是现在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变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强盗了 我现在我后半生要靠的什么 就是杀人 抢劫活命的人 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再去遵循一个良民的伦理和规范 一个都准备去闹革命 都准备要去杀人的人了 还怕个什么 干脆咱就破罐子破摔 一不做 二不休 充分享受暴力给自己带来的自由 对不对 然后到梁山为了入伙 他干嘛 直接就找到无辜的过往客商 然后要管人家说借你的头 我要上梁山 我给带个见面礼 你想想他都能残忍到这样 所以你想想啊 就是过去对于二战的研究就有很多的 说说 我靠 说这帮纳粹的军官 会说四中语言 每个人都会说四中语 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听瓦格纳 听钢琴 听贝多芬 听巴赫 然后有艺术修养 能见上游会 可是你永远想象不到 他们能拽起婴儿的腿往树上抡 他们能去屠杀六百万犹太人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第七个十字架里头 那小说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 就当你给任何一个团体 一个长期遵循社会规范的团体 一个群体 你给他们枪 你告诉他们 现在你可以去肆无忌惮的杀人 你想杀谁 你就杀谁 但是不要在我国杀 你去外国杀 只要你给这些人权利的话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一个样 这就是自我角色的认同的改变 起义军的参加起义军的这些农民 通通都是一样的 他们之前吃不饱饭 他们长时间挣扎在饥饿线上 对吧 长时间 然后被官府压迫追 如果起义军领袖素质不高 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纪律约束的话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现在干的是什么 他们干的不就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吗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把伦理规范就放弃掉了 然后把自己交给自己的那个本能 然后按照乱民啊 贼寇啊 强盗啊 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按照这种活法来活 所以就像心理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 暴力这个东西 他除了能给人带来权力之外 他还能给人带来快感 而且这种快感是跟权力绑定的 你的暴力行为越残忍 别人越对你屈服 你越觉得过瘾 而且这种快感是容易上瘾的 军事生涯 大家知道艰苦紧张 活泼 哎 没有活泼 枯燥 所以军营里头会经常出现折磨俘虏 对吧 美军也有这样的放纵暴力 这就成了军队里唯一的娱乐了 后来这个事情闹得太大 你怎么办 虐待新兵 对吧 你看看中国台湾 还有新加坡 韩国 这些兵一制的国家 甚至什么瑞士 这种兵一制国家 都出现过虐待新兵 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娱乐 对不对 小无形男 日本随军记者建文录 那个作者 他就说 他说日军 在当时就侵华的时候 在中国烧房子 烧上瘾了 有的士兵就直接跟队长说什么 说队长 队长 我得 不见着火灾 睡不着觉地干活 今天晚上 也让我烧他两三栋吧 拜托了 然后队长说 好的 去吧 战场 往往就让人丧失人性 不仅仅是日本人会这样 是所有的人 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终于要提到正题了 在明末的诸多起遇军中 张献忠这支部队 为什么我们要管他叫毁天灭地 张献忠 张献忠的这支部队 对于这种娱乐 是最热衷的 好了 终于要说到张献忠了 张献忠何许人也 其实啊 说实话 历史上对于张献忠的记载 真的特别特别的少 少到我们其实对他本人的了解 真的很少 我们连一幅他的正经的画像 我们都找不到 我们能找到的是这个塑像 就是史家把所有的笔墨 都写在了 都废在了张的这个残酷号纱上 关于他之前是什么人 他的事迹 寥寥无几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 就是他出生于万历34年 也就是公元的1606年 这个时候正是什么时候 听过我们万历朝银战争的朋友 一定知道 这正是万历皇帝啊 消极代工 最极致的那个年代 就是大臣上任啊 三十年没见过皇上 大臣都没从来没见过皇上 新点的 资历年轻点的 不知道皇上长什么样 就到极致那个年代 所以明王朝的这灭亡啊 在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伏笔了 我们看这个时候 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欧洲当时还在残酷的宗世纪 但是文艺复兴的曙光 已经出现了 宗教革命也已经 这个开始了啊 这个时候 西方的社会 已经跟中国 要擦肩而过了 要全面超越中国了 在那个年代 这一年啊 除了1606年 这历史上除了这位农民领袖的诞生以外 这世界上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有一些事情能勉强的 算是大事吧 这个张宏杰先生在大明王朝 七张面孔里头总结了一下 说英国的莎士比亚 他那一年写出了麦克白 啊 德国的开普勒尔观测到了一个超新兴的爆发 欧洲人在去印度的路上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大岛 他说 这个大岛好大 大利亚 所以这个地方叫澳大利亚了 所以这个 这地方太大了 然后这一年 巧克力这个东西开始在西方流行了 就这些了 没有什么大事 张献忠呢 是延安人 革命老区人士 那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延安啊 黄土高原啊 山旦 就那个啊 就是白 这个白羊肚手筋啊 面旁有黑 两颊有两头红韵啊 现在踢球的好像有一个两颊有两头红韵啊 7号啊 这个 这个 他牙也挺好的 葡萄牙也挺好的啊 就是 一笑一口大白牙啊 感觉就是应该是这么一个陕北青年 所以我们 可以想象一下 是张献忠年轻的时候 应该也会唱一唱什么信天游啊 这唱的好不好 那咱就不知道了 张献忠他们家呀 祖上是军级 职业军人啊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明朝这个军人是世袭的啊 那时候 但是军人到了明朝末年 尤其是到了这个万历年间 已经是十位九空了 对不对 打万历长年战争已经十位九空了 就已经是 别人很看不起的一个职业了 那会儿就已经有说法了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哎 他这个父亲这一半 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啊 他的父亲呢 摆脱了军籍 干小贩去了 你想想啊 就是市农工商 这是我国社会最 就是这是按照地位往下排 第一个当官的啊 是农 农民第二位 工销售工业者第三位 商商人最下贱啊 然后你想一想啊 就是说他们家摆脱命运 竟然是说我不当兵了 我要去当商人啊 就是说 你想想这个军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有多低啊 然后他的妈妈就在农贤时节啊 支点抗习啊 支粮习 然后到集市上去卖啊 挣点小钱 这个张显成 可以说啊 就我们虽然不知道 二因为技术太少 我们不知道他小时候过的 这童年幸福不幸福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任的推测出来 呃 这哥们肯定家里特别苦啊 肯定挨过饿 肯定受过动 肯定吃过苦 肯定受过什么地主家孩子欺负 这都肯定了啊 这都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据说呢 就是跟李自成是一样的 他小时候也读过书啊 他爹妈呢 也希望啊 通过知识改变他的命运 所以呢 也这个给他活活的塞到这个私塾里 读了两年书 但是这哥们啊 实在这个不是读书那块料 天性跟书本也不亲 他坐不住 私塾里待了两年 张显忠没留下别的 就是每一个同学他都打过啊 老师他也打过 每一位老师他也打过 然后每一位同学他也打过 反正跟谁都打过 打无数的架 可是字不认识几个 所以他的父母一看 我天哪 这孩子这德行 完了啊 无奈 只好 算了 那你爱干什么 干什么去吧 啊 你爱干羊 你干羊去吧 他强认他强啊 张显忠干他的羊吧 啊 于是张显忠呢 就就放鸭子了 啊 不管他了 这样的话 张显忠一下一夜之间 本来从私塾学生啊 从一个从一个学生 小学生啊 突然就变成了 游手好闲的混混 社会人士 所以每一天没事干 就跟这个村子里头的 一些地痞无赖啊 啊 年轻人啊 就开始私混 大家知道 陕北那个地方 民风非常的彪悍 啊 就是 虽然陕北人啊 不常跟人打架 但是这个陕北人 你还真别招他 啊 这西北人 其实都有这特点 就是你还真别招他 啊 真抡起你了啊 跟抡小鸡子似的 啊 反正抡我肯定跟抡小鸡子 所以这个陕北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呃 农贤之余 干什么呀 五刀弄棍啊 练一练 不是说只为了防身 也是一个娱乐 那个地方 比较贫瘠 也没什么这个 不像江南地区 对吧 能能有个什么青楼啊 有个水箱啊 什么坐个船 吃个酒啊 然后吃点和鲜呢 都没有 那地方什么没有 所以 这个农贤之余啊 就是五刀弄棍啊 娱乐娱乐 张献忠很明显 他有这个天分 他练的也特别的好 特别投入啊 不喜欢习文 他可以习武 这个人天性非常的爽快 胆子特别的大啊 从外形的描述上 说这个人呢 身材魁梧 标进果霞 生如巨雷 面目微黄 哎 你看这个雕像啊 我们现在这个图片上的雕像 面目不是微黄啊 面目辣黄 所以朋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他的名叫黄虎 老虎的虎 黄虎 你看他那个底下 那个纯 那是虎皮吧 还是什么黄布啊 就是反正 黄虎啊 说这人那个面 面色辣黄 也史上记载 说这个张献忠啊 说这个人呢 阴谋多角 呃 喜欢耍无赖 就就 这当然这也史记载 咱不知道 没核实过 所以这个 你想啊 他习武 有这天分 然后他呢 这个人又比较仗义 对吧 然后长的呢 也比较这个 也比较 吊炸天啊 比较比较 比较彪悍啊 所以他很快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 所以年轻的人里头 很快就有了这么一号 农村文化生活啊 比较频繁 尤其是西北农村 所以没事的时候呢 他就干什么呀 他就纠集一些 跟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到镇上的小酒馆 就像水浒传里头一样啊 切小二 切二斤熟牛肉啊 打上二两 二斤白酒啊 打上二斤白酒 然后就干这个啊 就是每天在那吃喝 然后就吹吹牛 哎 我告诉你啊 然后叫两些什么腔棒 就是说点这个江湖上 哎 我告诉你啊 赛文七 哎 那哥们我认识啊 哎呀 那赛文七 我跟上当年 我跟这个赛文七多手多手 就是干这个啊 就是这个反正吹牛欢喜 卖弄胸中所知不多的豪杰事物啊 那个主播我认识 哎 德国那个主播 哎呦 我跟他哎呀 我们俩哥俩 我们发小啊 我们一块长大的 然后吃不完 打包带走 顺路上还得偷只鸡啊 偷几把残豆 回家还能再续上一顿 或者呢 找个人家赌一宿啊 第二天回家 哎 这爹妈一顿痛揍啊 一顿痛骂 这都是当时人生活的投影啊 就当时这些人就是这么活着的 所以对于张献忠 他这个幼时或者说年轻时候啊 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张献忠投身起义之前的确切历史 在历史上记载实在是不多 我们能够找到的 呃 也就是四个汉字 捕快和鞭兵 我们就就就只能知道这四个字啊 就是他干过这这两个职业 但是这四个字 你别看就短啊 就是当过捕快 当过鞭兵 但是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信息 地方的捕快是什么意思 在明朝的时候啊 尤其在万历年间 就是县公安局的刑警吧 啊 这不算是骗警 刑警的抓人的嘛 啊 就像咱们在很多小说里读到那样 传统 中国啊 说的是万恶救手啊 现在呢 现在都是大学毕业啊 传统中国基层 这个公检法部门的干部素质 一般来说都不高 你看那个那个叫什么武林外传啊 那个老行 还有那个验什么验小六啊 叫什么啊 就那个什么 我骑救老爷 那个 你看他们素质都不是特别高啊 吃拿卡药 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什么当地的流氓啊 呃 也可能是犯过事啊 也可能就是地方上好勇 逗狠的这些人啊 什么这个大金链的老哥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县公安局巡警队队长武松先生 呃 这个 县公安局预审处 预审处处长啊 李逵先生 这二位都是犯过事的 可都是逃犯啊 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历史上还有什么呀 秦琼啊 历程捕快秦琼 也有过发配的经历 都犯过事 哎 所以你看啊 这个在万恶的旧社会 他们这些人的警匪勾结 跟黑社会亲如一家啊 就动不动 这角色转换的非常的顺利 然后前面还是前一页还是公安局这个干部呢 后一页成黑社会骨干了啊 所以被公安局革职之后 然后这个张献忠又投身了编兵事业 这编兵是啥意思 这个应该就是他犯了 他在捕快的这个事上 这个工作岗位上犯了什么事 然后他失业了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为军人 你想想 他们家原本是军籍 他们家原本是军人世家 军人是一个被瞧不起的职业 对吧 为什么 没解释 就是说 为什么士农工商 最后才是军人 为什么这个他们家翻了半天身 才当了个商人 因为啊 当时万历年间这个军人 就跟半囚徒一样 就其实就是关监狱 因为你想啊 那会儿的兵 那会儿的编兵 为了怕他们跑 政府要给他们脸上要赐字 就跟罪犯是一样的 那这个 你跑了怎么办呀 因为反正你也是终身的 赐个字了 也没人看 这些编兵啊 缺乏自尊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讲了万历朝元战争 这个平窝战争 然后讲了袁冲焕平传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 这个明朝战争 你会发现 明朝的这个战斗力啊 有没有呢 有啊 个别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尤其是有没有将军呢 也有啊 什么雄庭壁啊 什么这个 这个袁冲焕都有啊 就是好将军也有 但是唯一跑不开的 一直缠绕着一个话题 就是军饷 军饷永远被扣中啊 军饷永远被扣 所以这些兵纪律也非常的坏 那怎么办 那你不发我钱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去烧杀抢掠 我只能去抢去了 对不对啊 要不然我怎么办 用王学泰先生的话说 不少队伍简直就是流氓团体啊 直接就说是流氓团体 所以你看啊 虽然历史上只留下了四个字 捕快 编兵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 在当上警察前 张献忠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已经在当地 半流氓化了 因为从早期的技术看来 他是跟这个乡民们啊 没事练练武啊 什么的 赌赌钱啊 然后喝喝酒啊 对吧 然后他后来又不出意外的 当上了捕快 基层警察当时干的这个工作 是什么呀 就整天的吃拿卡药啊 就是这就是生涯 所以很有可能 他为啥丢掉了这份工作呢 可能他过早的参与到了 黑社会的运作中啊 可能就是就是就是不小心就流氓化了 虽然咱们没法确切的知道 说张献忠参加那个编兵 他当时在这个编兵这个岗位上干的如何呀 咱不知道 因为没记住 但是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 这个军队生活给了张献忠一些礼物啊 有一些给了他一些军事常识 或多或少 他应该还染上了兵痞的习气 因为从后来所作所为 我们能看出来 其实这就跟明朝当时的这个这个没有军饷的那个那个那个 就不对呀 差不多 考察张献忠这个性格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事实 在投奔起军之前 张献忠的这个生活 反正一直都挺失败的 你看学生时代读书读书不成 显然不成功 大字没记住几个 然后这个所有的人都打过 对吧 这是肯定不成功 进入官府成为捕快 这个本来应该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挺好的工作 这至少比当兵强 别别比做生意强 你至少是个公务员 对不对 本来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 但是他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没能把握住 哎 这个屡屡触犯纪律 最后被革职 这也不能说成功 最后他走投无路 又去投了边军 在军营中 他又不守军纪 犯下了死罪 因为军官陈洪范 为其说情 免其一死 然后打了他一百军棍 被关入监狱 出狱后 穷无所归 正值各地 起义军封起 遂投军起义 这就是当时对他的技术 也就是说 这哥们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他是吃啥啥没够 干啥啥不成的主 当然最后他干成了 人家还是个大人物 所以最后他还是干成了一件事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很难得出一决论 说张献忠是一个光辉的人 是一个伟大的人 是一个浑身透着金子闪光一般的人 我们很难说 结合了后来的人生轨迹 我们可以判断 张献忠 那你想想 他后来的所作所为 他之所以变成了毁天灭地 张献忠 他积聚了大量的反社会情绪 而且这个人也变成了一个反社会型的人格 他本来从他过去的生活的轨迹看 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甘于人下的 有强烈改变命运欲望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又特别的冲动 又特别的暴怒 然后情绪又特别不稳定 又不太善于自我克制 叛逆心理又特别的强 而且他屡屡 犯事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都吃拿卡药 为什么就你犯事了 这说明他不善于跟上级相处 这一切都导致他在社会中屡受挫折 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的话 没有那么多起义军的话 也许这张献忠一生之中就在监狱里头度过了 就是无期徒刑了 但是运气对于一个人来说 我刚才说了 很多的时候这些能成功的人 他们的运气特别特别好 他最好的运气是什么 生于乱世 生逢其时 这就是他的舞台 乱世 有乱世的魅力 在天翻地覆的那个明朝末年 一切秩序都夸大了 一切不可能都变成可能了 你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这个公子王孙一夜之间变成乞丐 被人碎尸万段 昨天的鸡民 到处逃亡鸡民 今天一下就变成了自封王侯 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了 善良成为了悲剧的理由 谁也不知道第二天 自己的生活会面临什么样的改变 可能今天我还丰衣足食呢 明天我就接下酒了 对吧 可能今天我还满街要饭呢 明天我进皇宫当皇上去了 自由 无边无际的 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 诱惑着这些人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听说 谁谁老孙家那三小子 我干成了 所以大家都跃跃欲试 由军人变成了流寇 张献忠突然发现 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在官军里头虽然也有前途 但是官军有一个问题 官军已经形成了体系了 你要想在这个体系里头 出人头地 首先要么你有文化 因为你再出人头地 这个时候也是文官领导制 对不对 你是一武将 你怎么也不可能坐到那顶尖 官军里头有一个臃肿的机构 有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所以有森严的等级秩序 谁也不能僭越 你必须一级一级往上升 有林林总总的规矩 更重要的是 在官军里头混 你得有资本 你得会腐败 你得会 你得会 避起自己的良心来做事 然后你得会拍马屁 你得会很多的事 但是在起义军里头可不一样 人人机会平等 为啥 因为连官服都不分 对不对 也能让人快言愁 没有什么纪律要求 这直接就是傻 勇气跟智慧跟胆量 就是全部的资本 上马杀人 下马喝酒 天不收地不管 潇洒快活 天昏地暗之中 谁也不知道 明天自己会能不能活着 明天什么下场 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天有洋今天干 所以反正 你不趁着这个机会 痛痛快快的做一回乱世枭雄 那还等什么呢 所以他发现这个时候 对于他来说太好了 刚投奔起义军的时候 他跟李自成一样 就是一个小小的队长 就是一个小小队带一个小队 凭着自己的智力 凭着勇气 凭着天生的领袖气质 因为他过去 他就是领袖气质 他跟李自成差不多 同时在起义军里头出人头地 然后两个人双双成为了 独霸一方的军事首领 李自成号称是八队闯将 对不对 张献忠号称是西营八代王 这不是八大王 有人说他是八大王 不是八大王 八大王那是八个 代王是一个 所以西营八代王 所以这位八代王 一夜之间就跟李自成一块 就齐名了 就起来了 在诸多的起军领袖里头 因为情投意合 张献忠这个部队有一个特点 他招来的人全是亡命徒 跟张献忠都差不多 张军的主要成分 就是什么叛族逃族 异族 鸡民 响马难民 就是你听讲 就是什么叛变的 逃兵 叛军 然后吃饱饭的土匪 难民 就全是这些 而且从职业军人 转过来的人 特别多 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 大家说起来有共同语言 毛主席曾经总结过一次张献忠 毛主席对于张献忠 在1964年的12月20号 中央工作座谈会议纪要里头 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发言 毛主席说张献忠的部队 土匪流氓 乞丐娼妓和迷信职业家 打仗靠流氓 这就是农民体战争 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然后毛主席在这一次会谈上还说 在特殊时期 流氓分子也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 我们开始打仗 靠那些流氓分子 为什么 他们不怕死 有一个时期 军队要清洗这些流氓分子 我就不赞成 1964年12月20号 中央工作座谈会议纪要里头 毛主席的一次发言 所以多年的征战 你看张献忠靠着这些老兵痞 流氓勇敢分子 对不对 毛主席说的勇敢分子 这就让他的军队战斗力 独步一方 那你其他的部队哪 大家都情投意合 大家都是当过兵的 都有相同的这个经历 所以他的军队的战斗力 就高于其他的那些乌合之中 有一个明朝的官员 曾经就说张的这个部队 那个作战啊 是他们的一种本能 习惯成自然 每个人脸上没有胡伦各的 什么牵子 箭头啊 处处皆是 这些人根本就不怕死 一听说官兵来了 都兴奋异常 要听说打仗啊 就跟那打猎一样高兴 说我方正规部队 一看见他们都发抖 他们毫不畏惧 老于此道 就等着跟你打仗 就一生中最快活的事 要开始了 今天咱们 咱们要开始了 快活 大家快活 就要让出去杀人 有一则记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张献忠起义军的 他们的作战的素养 多么的高 说张献忠打吉安的时候 大队人马在后 然后就突然冲出来了 一记 一个人 然后骑上马 到了吉安城下 城上一看都懵了 说这个人 怎么一个人就冲过来了 然后城上的守军 就赶紧都围过来看 这人要干什么 只见这个人 慢悠悠的停在了城下 然后从怀里摸了半天 摸出来一只铁钩 然后揉揉揉 往上一扔 勾住墙上 突出来的一个灌木小树 拉着这个绳子 就往墙上爬 一个人啊 这个城上的守兵 大惊失色 守军惊溃 然后大队迟入 城就陷了 就一个人 就敢面对千军万马 就往上爬 然后就 然后就守军就陷了 这种战斗作风 跟高超娴熟的作战技能 这别说明军比不了 哪个军能比 就这人根本就是生死于无物啊 就是我 反正我来了 我听 哎呀 爬一爬吧 啊 接点闷 扔上去 然后就往上爬 因为队伍的这个骨干 他并不是跟其他的农民起军一样 是农民 他们其实是农民阶级的那个边缘分子构成的 对吧 他们是最亡命 最不怕死的那波人构成的 所以张献忠在明末诸多的这个农民起义中 他们是人格缺陷最明显的一支部队 换句话说 张的这个部队是最残忍 最受底层文化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这么一个部队 一提起农民 咱们能想到的都是 呃 这个苦难 善良 坚忍 对吧 农民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什么 淳朴的 勤劳的 仁义的 我们都想到但是跟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 是什么呀 是虚伪残暴为父不仁 对吗 这简直都是农民的反义词 但是随着我们去解读那个四川途川的那场大浩劫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定势就被打破了 我们越来越清晰的能看到 就是这一支以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人士啊 这底层社会文化 除了我们熟知的那些什么质朴自然等等等等这些特质 还有一些特质就是粗陋浅薄野蛮丑陋黑暗 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的这种统治双重压迫的 在一定意义上 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 张献忠的这支部队就正好把这种残缺不全表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的时候 前面总是惯有留贼两个字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并驾齐驱 为什么会把他们成为留贼呢 下周的同一时间再告诉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 这个张献忠的故事我们还有几期啊 所以好故事慢慢听 下周周六的同一时间 然后咱们再跟大家讲啊 再跟大家聊 毁天灭地张献忠的第三期 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专题这个部分就先到这了 然后这个后边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然后现在我把弹幕打开 然后咱们可以讨论讨论了 然后我在这感谢一下刚才送礼物的朋友 因为我刚才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这个建于上一期啊 我讲农民战争刺痛了很多人的玻璃心啊 这就是讲了农民战争的轮回 然后刺痛很多人玻璃心 所以为了不受干扰 我把弹幕关掉了啊 所以今天我们是这个没有弹幕 所以我也没看见大家这个送的什么礼物啊 所以我先感谢一下各位啊 这个刷的礼物 然后希望这个刚才有朋友来了 这个弹幕的水友帮我招待好了啊 然后敌人来了 我们把他给打跑了 那今天我们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